女人把一根铁丝扎进下体 很快鲜血就涌了出来 随着铁丝的搅动 腹中的孩子就这样没了 水尾事先把铁丝泡进酒里 然后点燃酒精消毒 这是其他有经验的姐妹教她的法子 原本水尾还有些犹豫 但她怀孕的是被妈妈桑知道了 带她入行的姐姐提议 让她先当一段时间服务员 等她生完再继续工作 但妈妈桑却说 怀孕的女人会让客人想起母亲 这一想就什么兴致都没了 坚持要把水尾送回乡下老家 水尾才享受一世无忧的生活没多久 她不甘心就这样被舍弃 于是为了保住饭碗 水尾亲手给自己堕了胎 剧烈的痛苦让她昏死了过去 但她不会后悔 见水尾对自己下次狠手 小灵欲便同意